我们刚刚稍微提一下后设认知 因为我把那个顺序稍微改一下 我把重点先讲 因为我怕我等一下那个熬龙通不知倒地 所以我把重点先讲 讲给各位听 那后设认知 我们平常讲我们在思考的四种模式 那一般大家都是默认预设模式 就是没有用后设认知的模式 就包括你没有察觉任何 你是在怎么想的 还有你的思路 你没有去观察这一件事 你就直接照网例 或者照大家讲的 或者照那个社会认同 还有你的自尊心 照现有的框架 这是我们一般预设的模式 那当你要使用这个 当你要进入后设认知 他会第一个 第一个叫察觉 所以你要先察觉 你自己在想什么 你要察觉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要察觉 我现在正在干什么东西 然后我现在做了什么事情 我做了什么步骤 我刚做的那些事情 是哪一个步骤 哪一个动作 这个叫察觉 那要察觉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式很简单 各位看过那个奇艺博士吧 奇艺博士在 在还没当奇艺博士之前 他是一个 是一个医生 是一个医生 然后他去求助古一博士的时候 古一就是那个光头的那个 那个美女 美女师傅 然后那个师傅 不是在他的头上按了一下 那个奇艺博士就 灵魂就飘到身体外面 飘到他的身体后面 然后就看到古一 古一跟自己的身体的对话的情况 对不对 各位你就想象那种情境 你眼睛闭起来 把自己的灵魂抽离 抽离 然后看着自己 就好像那个灵魂脱离你的躯体 然后看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事 就是那种感觉 好 那你会说 这个很玄啊 很玄对不对 另外一种方式 比较更简单 就是 转换观点 就比如说我们想一件事情 想一件事情 本来你是 用自己的观点在想事情 那你现在跳到别人的第三者的观点 然后你看 看你自己 看那邱文胜在做这件事 本来 本来可能 邱文胜 就是我在 教小孩这一件 比如说我上课 我在教小孩 这个场景 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教 对不对 你就这样教 然后现在你转换一个观点 转换成 假认真假认 假认你是 那个 官客的老师 然后你看到自己在教学 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去客观的去看说 我这样教 不OK 我哪里要改进 有没有 转换一个观点 完全抽离自己出来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练习的话 你会慢慢开始察觉你自己的行为 察觉你自己的动作 甚至察觉你的学习 察觉你的学习的状态 这是第一个步骤了 那所以 所以我们其实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们常会有一些 教学生要注意一些关键点 有没有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画图 你要注意构图啊 等等 我们通常会直接这样跟学生讲 但学生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就跟他说 请你把这个构图 这一件事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的脑袋里面 始终要有构图这两个字 要去检查 所以你每画个图 每画图画个五分钟 十分钟 你就要去把这个构图这两个字 拿出来检视你的图 有没有符合你的构图的要件 所以他如果可以常常把 这个东西拿出来检查 然后在看什么 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检查 比如说我今天 今天 回家 一打开家门 这个画面 我这时候构图就拿出来检查 我这样构图好不好看 不好看我要怎么构图 对不对 或者我走在路上 哇 那个手 手就 就把那个手 比那个照相机那个动作 就拿出来看 这构图哪里好看 就随时把那个关键的点 从脑海里面拿出来 去检查你看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察觉 让他察觉去使用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你要会开始去组织自己的想法 然后会开始 去辨识自己的想法 然后会有策略性的去想 自己要怎么想 去自己要怎么想 说自己要怎么去处理事情 这个叫战略使用 就是你已经开始经过学习的过程 经过观察自己的过程 重新去组织你的学习 或重新组织你的想法 然后最后就是把它利用 把这些东西用在你的 这个教学跟工作上面 好 然后再加上一些创意跟评估了 所以我们今天会提到 会用这三个部分 让各位做个简单的练习 好 刚刚讲的是 我先把那个理论先讲在前面 所以 因为前面各位这个精神比较好 所以先听一下理论